欢迎大家今天参加我们孙中山纪念馆主办的讲座 题目就是孙馆十五载讲座系列 《金堂帝的前半身,由何金堂说起》 我们是康文处娱乐频道《互动嘉宁一》系列的一个节目 希望透过这个互动大家的互动交流 令大家可以对今天的内容作出多些的互动和分享 今年是孙山纪念馆成立十五周年 我们会一年四季举人四场相关的讲座 今次是我们第一场的讲座 我们首先由这座建筑物的前世开始讲起《金堂帝》 《金堂帝》建于1914年 是当时华商何金堂先生的私人住宅 今日的讲者会介绍何金堂先生的生平 他的家庭背景和作为一个欧亚混血儿 家族一员对二十世纪初香港发展的贡献 还会讲一下当时《金堂帝》的一些日常用途 也希望反映当时究竟上流社会 他们多姿多彩的社交生活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何金堂先生的爱曾孙 謝天赐先生为我们主讲 謝天赐先生在香港出生和成长 在加拿大大学毕业之后 回港从事港澳噴射船的业务 1990年代后 他就负责港澳直升机的服务 2005年就开办了港联航空公司 即是今天的香港快运 2006年就退休 積極从事这个研究和保存何家家族的历史 今天我们还有一位特别嘉宾 他就是香港历史博物馆前总管长丁申炮教授 不说不知 原来謝天赐先生和丁申炮教授 是中学同学来的 两位老同学相聚 相信都会有很多话题 可以和大家分享 今天的讲座 首先由謝天赐先生和丁申炮教授 去做讲解 接着有我们的问答环节 謝天赐先生会解答大家的问题 整个活动大约5点就结束 如果在讲座期间 大家有对今天的题目和内容有什么问题 欢迎随时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在问答时间尽量回答 事不宜迟 我们将以后时间交给謝天赐先生和丁申炮教授 2003年忽然间看报纸 搭了棚 我们很害怕拆了建筑 我们就访问一下亲戚说回故事 所以就是当时就做了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在Family Circular没有卖出街的 就讲何金堂的History和这个建筑 当是一个纪念 做了这本书 新美政府就说 不如做中山博物馆 我们拍首掌 多得丁博士帮忙 我就叫一些亲戚回来 将那些artifact 灯、地毡 有什么可以拿回来 就当为一个保存 因为这个都是有历史的价值 我现在开始了好吗 我这个talk就是讲 这间屋金堂帝的屋主 何金堂的新平和他的趣事 他都在这间屋住了几十年 我讲讲这间屋现在是中山博物馆 之前的历史 或者给观众听听以前的历史是什么 首先我要介绍我是谁 为什么我对这间屋那么熟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family chart 我在下面中间那里 何金堂就是我爸爸 我爸爸的外公 我妈妈就是何金堂的大女 即是大姑娘 这个很可恶 我妈妈的爷爷就是何福 何福和何金堂就是half brothers 因为大家都和老母不同 何福的爸爸就是犹太人 何金堂的爸爸就是中国人 所以何金堂就是纯粹中国人 但是他因为在混血儿的家族 他存过老婆也是混血儿 即是我的太婆 Edith McClymon 他用过苏格兰名 其实他都是一半是犹太人 是这样开始的 因为我爸爸都在这个金堂帝里住过几年 所以我对这个大厦 听很多故事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一些故事出来 我今天这个presentation就是简单 讲一讲香港的混血儿的 如何来呢 就是由十九世纪的香港 讲开 接着我会讲何金堂 姓何这个家族的背景 讲讲何金堂的 兴趣和生活的典敌 因为何金堂就是一个renaissance man 即是火麒麟的周身人 很多东西都喜欢的 所以我一会会讲一讲他的生活的典敌 亦都讲讲金堂帝的film 就是讲一下这个building 度过的岁月 好了,讲讲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 英国人就要和中国做生意 最大的生意就是买鸦片给中国 和中国买些茶叶运去英国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trade 亦都不是很平衡的 因此为了一个trade 就做了一个鸦片 战争出来 就拿了香港做一个trading port 我会讲一下 香港作为一个trading port 开头是怎样呢 就是那些人来香港做生意 那些人来做生意 那些人不带老婆来的 或者不带女朋友来的 他们都是要生活的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 中国籍的女朋友 因为当时不同种族 没有什么通婚 那时候不流行的 所以很多中国的人 做了所谓女朋友 或者叫做protective woman 其实是被外国人包起的女人 也都生落下一代下一代的那些混血人士 我们叫Eurasians 或者欧亚裔人士 那鸦片战争就是 因为英国人 卖给中国的鸦片 就是为了鸦片的争执 就打了一场仗 就 就是清廷 就要割让了香港 给英国 作为一个英国的殖民地 在香港 当时的外籍人士 不要以为全部都是英国人 其实英国人不是佔那么多 我想有三分一至一半 我看的书 就是由印度来跟英国人做生意的 很多是犹太人 那犹太人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人 大部分是中东 在伊拉克 走了去印度 Bombay 在印度的犹太人 例如薩酸 Katuri 那些就是 Safatic juice 也有很多帕斯 我们叫做帕斯 帕斯是什么人 帕斯就是 在伊朗的波斯人 就因为宗教问题 他们是送拜伙教的 或者叫做明教 就因为被那些 回教的人 赶了出来 他们就去了印度 大部分在Bombay的地方 就在那里下席 这些犹太人 和巴斯做生意很棒的 这个British Empire 拿到印度的时候 这些犹太人和巴斯 就拍着英国人做生意 也都是因为他很多钱 也是那些英国人的Banker 你知道英国人 就没有死错人的 英国佬 做生意就不用管的 因为为什么呢 鸦片 就要在印度去Auction 就是价高者得 才运来香港 来来去去 一买一买都要一段时间 就要提升很多钱 所以那些帕斯和Jules 其实是一个Banker 去finance英国人 去finance仪和洋行 去运一些鸦片来香港 再由香港运去内地 香港也有很多英国人 蘇格兰人 也有些 亚美尼亚人 例如Supportrator 就是香港自地公司的Founder 都是印度来的 这些人 这些人在香港 他没有女朋友 都要生活的 整整一下 他们不是在石塘咀 他们在百花街 杰子街 这个area 就是中上环 那些地方 就有很多女朋友 不同国籍的外国人 有不同街 有花旗街 或者是鸿毛街 这些所谓女朋友 其实是包起的女人 他们也生活很随便 这个外国人走了 就找别人来包 因为没有家用 所以有些一个女人 有不同的男人都不奇怪 所以他们下一代 就生了很多 Eurasian community 这些人很可憐 中国人也不当你是人 外国人也不当你是人 两岛都不是人 就没有书读 所以政府当时 整了一个中央书院 希望香港本土人士 教育会好些 整了这个中央书院 很多中国人 有钱的那些 就读博博齿 他就不需要 不需要去读这个书馆 变成这个书馆 大部分是欧亚裔人士 去读书 也有个好处 他们终于中文又懂 英文又懂 之后他们在社会成功 就因为中央书院 当时那些欧亚裔人士 也都说 在我们的家族里面 也都说一句说话 就叫做 行人头 就好过跟鬼尾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行人头 如果我认造中国人 我很威的 因为我懂得说中文 这些鬼佬会说中文 就是当你是很威的 但如果我认造鬼佬 那些鬼佬 当你不是人 他不会当你是自己人 例如去到我是第四代 的Eurasians 我去到大陆过关 给他一个身份证 他说 你叫谢天赐 我说是 我用国语来说 他觉得你很擅长 行人头就好过跟鬼尾 这句真的从未听过 如果我认造鬼佬 我做到三等民族都不出奇 就是这样 所以叫行人头好过跟鬼尾 这个就是当时的中央书院 略略介绍一下 到第二代 第二代的Eurasians 如何呢 你英国人又不要你 中国人又看不起你 变成他们嫁不去 男人又存不了 变成他们又通婚了 全部是inter marriage 我们有句说话 就是荷罗斯闲塞 就是五个family 有女儿不嫁出外 全部是inter marriage 例如塞宅有两个女儿 有个儿子有个女儿 就去了何金堂那边 有些姓施那些 姓罗那些 就去了何东那边 全部都是大家inter marriage 想有个问题 是 正如我发现 譬如何金堂 或者何东何福 他们母亲都姓施 是 但是就变成了 何金堂的太太又是姓施 但是没关系 是吗 没关系 是 其实我们做DNA测试 原来她一半是犹太人 没有英国的血统 但是她那个C 就和另外一个family 就是有些姓C 叫Simon 是的 是 就没关系 Simon那些都是Jules 那些就是German Jews German Jews German Jews Parsis的Eurasians 哦 即是杉德芬 杉德芬的老婆那些是Parsis 那我们看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就是第二个generation Eurasians的女人 你看到她们的样子 就是她们的样子 跟今天香港的Eurasians 是不同样子的 因为她们的Eurasians 那些血统 全部是犹太和Parsis 就是欧洲的血统不是那么多 是 你看到她们 穿衣服也很漂亮 穿塘装衣 但是 戴西方的首饰 西方的手袋 穿一些鞋 穿高跟鞋 不是穿中式鞋 就是中西合璧 这个就是中西合璧 是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那些 那些女人是什么 这个是第二代Eurasians的女人 你看中间那个 这个就叫Lucy Anderson 她的女儿 你也认识的 Joyce Simon 就是DGS的校长 西门士夫人 做国立法局议员 是的 你看看她的鞋 她的鞋 还在中间 就是这些清朝的鞋 是的 她还穿这些 穿那些衣服全部是针子妈自己做的 这个整个鬼婆这样的样子 但是穿中国衣服 真的很特别 她的感觉很特别 是的 好了 讲完Eurasians 今天我特别讲一下姓河的Family 河的Family 其实是Startwood 这个屍体 屍体是什么人 何鸿生常说自己是什么人 自己是保安人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没有保安的血统 我们何家的中国血统 就是上海下来的 因为屍体 就是崇明岛的人 崇明岛 老爸老母就赌钱 赌得很紧要 没有钱就卖了女儿下来香港 有个姐姐就嫁了去苏州 姓竹 是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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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竹 是姓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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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竹 沒有一個獨得成 是何福唯一一個兒子 何傳 就做了醫生回來 姓羅的沒有太多錢 就是乖 羅文錦 羅文慧回來是做律師 好厲害 不是很成功 我聽到 羅文錦 當時是一個外公 是 所有的 Pocket Money,羅祥少叫何光,你幫我照顧我兒子 就全部給他吃光 所以家族很多糾紛 從小已經開始,大蝦小 就是這樣開始 幾代 當時第二代何家,在香港算是很強勁 兒和陽行,匯豐銀行,有理銀行 有理都是一個發鈔銀行 薩酸陽行,全部買版他們包了 所以有這麼多錢 說說何金堂 何金堂四十多歲就退休 他是一個很會享受的人 這麼年輕? 是的,他不用做了,他收租 收租已經夠了,收股息 他是一個很會享受的人 他不同於何東,何東就很節省 經常要計算,經常要做生意 那有什麼用呢? 是 你賺這麼多錢,帶不去的 沒錯 到第三代就散光了 是不是? 所以錢就要花,不要留給下台 何金堂真是好 何金堂就適碳了 很適碳 對,他的妻子儲了一個Eurasian 他有十二個妾氏 外面的人說幾十個妾氏是錯的 十二個妾氏 十二個妾氏 因為第一個是大婆 第二個叫二拉 沒有一拉 到第十三個妾氏就叫十三拉 第十二個妾氏就叫十三拉 沒錯 這些就統計他有多少個兒子,多少女兒 外面那些都不算了 他不是一起住的 那這裡我講了 好嗎? 這個比較精彩 這個就是我太婆 McClymont 其實他也是一半猶太人 最先何金堂就在金堂帝西 西摩道七號 建了三間town house 住的 當時他已經有大婆 二拉和三拉一起住 二拉三拉是斟茶入正宮的 以前 我的姑姑小時候有病 是二婆三婆照她們 就是二拉三拉當作工人 這張照片是何金堂在這裡住的 但二拉三拉就全部是華人 華人 這張照片你看到花園 有個弟弟和女人放大 我相信這個就是我爸爸 這張照片應該是1906年左右 我爸爸是1903年 在這個舊的金堂帝這個字 當時他們的生活就是這樣 你看到他們 最高的站在那就是我媽媽 是1906年 他們在這裏 1907年才起金堂帝 其實金堂帝不是1914年起好 我姑姐說是因為那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 差不多 很多物資都來不了香港 其實是1906年才開始住進來住的 我最記得我的姑姐跟我說 金唐帝開幕的時候 在前面的廣場 要搭個棚做大戲 不讓弟弟去 為什麼呢? 做大戲讓那些鬼看 明白 安定了那些鬼才進去住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 金唐帝起了那麼多錢 韓金唐就發達了 發達後就有很多女人了 開始有四拉、五拉、六拉 金唐帝不夠住 在江德道買了福地 有兩間舊屋在這裏 把那些拉放在這裏 即是這家大概去哪裏? 現在的康威 所以我們叫金唐帝 就叫做大屋 這間就叫做小屋 那些妾侍都去到小屋 這個景很美 整個海景都看光 有兩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大屋 整個家庭 去小屋拍照 何金唐也很喜歡種花 很多菊花 整個花園種了很多菊花 全部都是菊花 是呀 站在最左邊那個白衣服的男生 那個就是我爸爸 同一個地位 這些就是小屋的家庭 大屋、小屋都是 整個家庭在同一個地位拍照 那你都可以 感覺到 當時 大屋和小屋的關係是很好的 雖然何金唐有這麼多個妾事 何金唐的家教一流 那些女人沒有得爭風俠躁 全部under control 所以這麼多個阿拉 是同一間屋 不是說每人一間屋 所以何金唐不需要每晚不同地方 去方便一點 那我講一下 當時你一間屋這麼大 這麼多個弟弟哥的生活是怎樣 當時就已經去退休了 就是靠收租 收股息去養日神 何金唐有個兒子 何世康 那個媽媽是妾事 負責當家 那什麼叫當家呢 當家就去收租 收租就去每一個人每一個月就出糧 每一個人拘捕多少錢 就是由他發放 何金唐是很聰明的 這個兒子會不會打斧頭 是呀是呀 他就找阿姨 做管家 一個當家 一個管家 什麼叫管家呢 阿姨 是不識字的 所以就很多東西不懂 但他懂得學是非 他懂得學是非給老爺 哪個兒子不聽話 哪個兒子不聽話 老爺就會吩咐 所以何金唐那十二個兒子 好像有兩個阿姨都離開了 終於是離開了 不聽話 有男朋友 就踢走 那四姨就踢走去上海 是呀 所以在河莊 有幾個阿姨的墳墓 是下面沒有材料 沒有葬在河莊 石堂咀那些 但是到最後十三拉 就很厲害 就是戲子來的 就在廣州省城做戲子 哦是省城做戲的 因為何金唐自己也會做戲 他自己是喜歡做戲的 除了一些阿拉 我講一下這個 各個都很有興趣 何金唐都很多女朋友的 你說說細屋 細屋那些阿拉 就有妹仔服侍的 但是有些妹仔 就有工人服侍的妹仔 那個妹仔和老爺很老有寄的 那就有妹仔有工人服侍 他在上海 就經常去上海做生意 上海都有個女朋友 女朋友有可能 是跟何東姓張的張太 是有些親戚關係 都不奇怪 我們不是很清楚 但是何金唐在上海的女朋友 張瓊仙 即是這張照片的 右上角 就在何東的住宅在上海 就是在摩道那裡拍的 這個張瓊仙 張瓊仙就是她的名字 就和何金唐生了兩個女兒 那第三個女兒 就傳說說adopted 就叫做何愛瑜 就是這個李小龍的媽媽 到底何愛瑜 是張瓊仙的adopted daughter 是拿回來養的 還是何金唐呢 我就這樣想 我大家都不知道 我的想法就是 你張瓊仙 自己已經和老爺生了兩個女兒 就把何愛瑜出來 叫張瓊仙養大 即是何愛瑜其實也是外面的女人生的 都不奇怪 沒有人知道 這個可能性很大 何愛瑜心理 就下來香港 小屋就怕不敢住 那麼多女人怎麼住小屋呢 何東招呼她 終於何愛瑜 終於何愛瑜 就跟著張太 住在何東花園 住在山頂 何佐之跟我說 就是一九三幾年 張太太去了郵埠 這個何愛瑜 就帶了個妹仔 叫做秋語 有個妹仔叫做秋語 一起走路 就跟著李海泉 That was the story 哦 就去了美國 李小龍出世的時候 在三藩市出世 是 去過滿月酒 是 何佐之都在 何佐之就代表何家 George Holt經常跟我說 就是李小龍賴尿 就賴濕了她的褲子 哦 這個永世記得 所以這個何家 跟李小龍的家族的關係 其實是很close的 但是細節就沒有法子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 這些反而是何佐之說給你聽 何佐之說給我聽 也有很多story 就是張瓊仙有個外孫在中國 姓黃 就跟著何鴻章做事 他又說很多story 所以我就知道這麼多東西 哦 回到後又跟著何鴻章做事 好了 那我們繼續說 說少少少何鴻章都做很多善詞 最明顯就是這個在花園道的Helena May 就是被英國的單身女人住 這個就是何鴻章和Cadulli 是捐出來給政府的 但是也不會死錯人的 捐完就有個OBE 當然 當然 聖約翰救商隊都是何鴻章 introduced香港 當然有錢人當然是在保良局 東華這些就不能走 一定有份 好了 善事就說完了 那我們說一下 這個孫中山博物館 何鴻章和孫中山有什麼關係 是的 他們其實是contemporary 同一個年代的人 大家同一年出生 是的 一百六六 大家都在中央書院 大家都在中央書院 何鴻章 有finance的辛亥革命 有嗎 有 何東都有 一定有 每個有錢人都有 何東我知道有 我看過辛亥革命回憶錄裏 我訪問我的親戚 即是那些姑婆 孫中山有個花名 叫做孫大炮 為什麼叫孫大炮 每次傍懸水革命不成功 是的 她十次都失敗 這個是什麼 這個女人 就是十三拉 十三拉 我剛剛說了 蘇省群 在省城做棄子 跟何金堂 十幾歲的時候 辛亥革命 她已經是同盟黨 即是同盟會 幫孫中山搞革命 在香港運軍火去大陸 即是把槍械擺到棺材上 運到內地 即是她革命也有份 同盟會會完 不簡單 這是孫科 孫中山的兒子 說回我爺謝家寶 當時三十年代很喜歡拍照 也拍電影十六米來的黑白菲林 我現在出了很多這些 做了影片 也發現裏面有很多精彩的鏡頭 其中這一個 就是孫科 孫科和我爸爸在一起 即是來賀金堂作客 是的 這個未必是金堂帝 但孫科曾經做過廣州市長 現在打煲胎就是我爸爸 這是你爸爸 你爸爸是1903 我爸爸是1903 很早 這是我爺的 像花園一樣 說說姓何 跟中國的politics都有關係 有錢人有錢就要有權 所以政治上都要有些地位 這一張就是何東任命 做名譽顧問 即是中華民國 簽名的是誰 黎元洪 曾經做過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是繼完世凱之後做總統的 這張照片在哪裡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是何鴻章保持著的 我有機會跟他拍了一個copy 哇 這張照片很珍貴 其實這類文獻 我們一直都希望可以找到 這裏我想說幾句 因為何東呢 其實他是很有錢 所以其實他可以說是 因為那年代我們中國的政局非常之混亂 我們有北洋政府 南面孫中山也曾經先後建立過三次 在廣州建立政權 但是孫中山所建立的政權其實是很弱的 當然後來北法成功 這個真是後話 但是其實香港政府 英國政府承認的是北洋政府 在這個背景底下 所以其實香港很多商人 就跟北洋政府打交道 無論是跟官 跟北邊的商人 因為我們看回東華 東華三月的歷史的時候 看到很多 那年代東華的主席好總理好 其實跟北洋政府裏面的官 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何東呢 一方面我們剛才看到 他就是捐錢去革命 我看過《新來革命回憶》 錄提到 其實他本來沒有捐錢 但是他在同盟會最艱難的時候 最需要一筆錢的時候 何東就捐了錢 所以可以說是救他們一命 但是到了中華民國成立之後 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 做了一個很短的時間 臨時大總統之後 就將位置讓給袁世凱 所以我們跟著那個目光 就要看回北京的政府 就是袁世凱 袁世凱在1916年就過了一生 過了一生之後 就輪到黎元洪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會看到 就是何東被黎元洪委任為 其實這個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名譽顧問 何東真的很厲害 他一方面是這裏的名譽顧問 另一方面是香港那方面 他又封為爵士 可以說是一個八面玲瓏的人 我們從這個可以看到 還有他去到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亦都召集過一次元卓會議 邀請好幾個軍閥一起參加 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中國的問題 這個很有意思的 你看見何東這個人 真是很有政治的那種觸覺 何東是一個商人 商人就不會買單邊的 當然會買兩邊的 所以北洋政府也討好 英國政府也討好 沒錯 他兒子何世禮做了軍人 軍人回來後 他又不敢投靠共產黨 又不敢投靠國民黨 要買兩邊的 沒錯 投靠張作霖 很不幸張作霖炸死了 兒子張學良 沒多久就投靠國民黨 所以何世禮 就當了國民黨的將軍 歷史就是這樣 沒錯 這個年紀很大 這是臨死那幾年 最初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何東這麼有錢的人 會讓兒子去當兵呢 但你回想那個時候 中國最有權力的就是軍人 所以何東是很聰明的 很厲害 即是他覺得有錢 你沒有權 沒錯 你有兵你才有權 沒錯 你想把兒子交給皇報軍後 就不收你 你是混血兒 所以把兒子交給英國去奉國 學做兵 就是這樣 是 說回何家 其實到第三代 何鴻章 對中國的politics 都很有關係 他跟中國內地的領導人 都有一個溝通 很多時候作為中國和美國的僑良 何鴻章都做了很多功夫 他一口流離上海華 他在上海大的 他在上海大的 上海大的 所以跟朱鎔基那些很close 他為什麼會在上海大的 他爸爸何世劍 1924年去了英國讀書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就不聽話 就跟家裡的工人 靜靜地結婚 老爸就叫他 叫他 有可能這個也是 老爸的女朋友 更加 所以回到香港 已經是 不讓他在鴻章住 他在九龍塘住 我記得我媽媽說 貪何世劍 家裡椅子坐也沒得坐 沒有錢 何鴻章是他的兒子 何鴻章出生 你會在哪裡出生 西營盤醫院出生 是這樣的 好了 當時有個職位 何世卓 忽然間死了 何世卓 在匯豐銀行 做邦買版 買版就是何東的大兒子何榮 這個位置 Lady Clara說 必然被何世劍做 何世劍入了Hong Kong Bank 做邦買版 所以你今天去匯豐銀行地下 看到這些照片 你會看到Cumperdor Office 何世劍有一張照片 放在Hong Kong Bank現在的 地下的展覽 是嗎 那個就是何世劍 我沒有留意到 但是好景色北牆 何世劍 人工很低 200元人工 所以你做買版 你要賺錢 你要自己去賺 對 他就賭外匯 賭外匯 就輸了很多錢 哎呀 就要何東打狗 因為何東做擔保 何東就叫他 賭外匯 就送他去XR 就去上海 噢 變了1926年 何鴻章出生了沒多久 就去了上海 所以 跟著那幾個 就全部是上海出生 即是何鴻卿 何鴻卿那些是上海出生的 他們講上海話的 講上海話的 有正感的估 是啊 好了 我又講回正題 何鴻卿 何鴻卿有很多條癮 他喜歡拍照 他喜歡唱大戲 又學中醫 又看風水 又喜歡跑馬 也有很多公益活動 講一下拍照 這張照片就是我媽媽 就是何鴻卿的大女兒 當時她都未嫁 為何我說她未嫁 你留意 她那個 那隻雞 是旁邊的 當時的規矩 就是我媽媽跟我說 女人未嫁 梳計不能梳在後面 嫁了才可以梳在後面 這張照片 大約是1900 差不多 一百二十年前 這張照片她未嫁 那是何鴻卿拍攝 為何說何鴻卿拍攝 你看看照片下面 寫著何鴻卿拍攝 哇 真厲害 真厲害 就是她自己印出來的 當時做大戲 她很喜歡做大戲 很多籌款的大戲 何鴻卿都做的 所以最後那個阿拉都是戲子 這張紀念照片 就是何鴻卿送給何東的太太 她寫著五叔 金堂是 五叔 她很喜歡跑馬 她也養了很多隻馬 所以二次大戰 日本人控制香港的時候 何金堂有一段時間 是做了馬會主席 但是因為她怕得罪英國人 所以做過馬會主席 就做了很短時間 何金堂都很聰明 就是不想得罪 即是你知將來誰是蝕頭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何東就聰明 日本人來之前 她收到封 馬上走去 她是否真的收到封 真的收到封 這個是George Ho跟我說的 因為她有個女朋友 在葛羅市打行 那個女朋友 很熟悉日本人 日本人告訴她 過幾天我們打香港 何東漏夜走了去澳門 她一個人走了去 她好像適合金婚 金婚之後沒有多少人 她走了去 所有親戚都回來 她自己走了去澳門 她走了去澳門就聰明 所以日本人打香港之後 就找羅玉和 找周秀審出來做華人代表 羅玉和就聰明了 所以何東就聰明了 即有政治的智慧 這些叫走得快好世界 何金堂也跟戲子很熟 這是一張報紙華南影業籌款 我亦有這張照片 有明星 黃萬妮 黃萬妮都在 我們看到黃萬妮 通常已經扮年紀比較大 你未見過她這麼年輕的樣子 林妹妹 都是很出名的 真的 因為我講起 我爺爺有很多電影 所以也記錄了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其實是 二十年代是最繁華的生活 三十年代都開始 Depression 這些是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的電影 我第一個會播 是講講何金堂的生活 有在金堂帝走出來 有在金堂帝招呼朋友 有去跑馬 一隻馬贏了拉馬頭 我們看看這個簡單的片段 好帥 好帥 你要學金堂帝馬 好帥 但播不足 那鍵 快跳 practices 演唱 因爺 答順 安 姊 第二段片段是講拜年 其實片段是看到何家的親戚來謝加坡家裡拜年 我們留意他們的衣著 男人有穿西裝戴帽 也有穿唐裝戴西方的帽 女人穿唐裝 但是拿西方的手袋 還有戴明的 很介紹 我們看看這個片段 是否知道是哪一年 193031 這是另一個場地 那女人 是否認得所有人 我認得大部分 這是何福太太和何東一齊 當時她也是寡婦 這是何東夫人麥太 在左邊的年輕女兒是何世禮太太 中間的是我姑姐 這是何世禮的太太 這是何世禮的太太 姓洪的 姓洪的 是 有上人也有下人 那傭人是怎樣的 我們看看傭人的片段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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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阿嬤坐橋 由女人來到丹麥 台橋 這裏 好像客家婆一樣 哇 是新界 哇 那些馬姐 那些馬姐全部是白衣黑褲 大部分都是順德下來的 梳條長邊 是 全部順德馬姐 這裏 這裏很年輕 哇 有些男人在那裏 有些花黃之類 哇 好 那說下 那些上人有什麼節目 夏天就去游泳 夏天游泳多數去淺水灣 淺水灣 差不多每一個家庭都會有一個 用足搭的棚 當是自己的鬥 在那裏換衣服那裏吃東西 是這樣的 你看到他們當時 那些泳衣是很特別的 那些女人泳衣都包了 那些男人泳衣就有上身的 我們看看他們 游泳的片段 是這樣的 那邊好像還沒有魚東船別墅 是這樣的 這是我的爸爸 這是你的爸爸 那裏沒有魚東船別墅 對 就是那裏還沒見到魚東船別墅 是這樣的 真的特別 真的開心 這個喝汽水 有錢就有得 happy 說回這裏 20年代 差不多美國Great Gatsby的年代 這裏看看他們唱歌跳舞 這裏是誰 這是我姑姐 這是梁德基醫生 誰 戴眼鏡那個 又是大馬主 這幾個是 詩惠賢大律師的姐姐 這裏是上海的 這裏是上海的 好美 詩惠賢大律師的姐姐 有錢真的不同 這裏是當時請朋友吃餐 李宗仁 這裏是李宗仁 還有白崇禧 陳蓮伯在山頂請客 陳蓮伯住在山頂嗎 是 這裏是陳蓮伯的家 這是李宗仁 不得了 第四集團軍的總司令 白崇禧 這是白先勇的爸爸 你留意到他們 中西合璧的 飲湯是用中國的餐具 飲酒是用外國的 那當時請客吃什麽呢 這是一九二幾年 我爺家請客 當時請客很厲害 是很厲害的 在一塊布裏印上的餐具 印上了哪幾個 我們看看有什麽吃 吃東西不是很厲害的 鱼翅 吃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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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翅 鴨和雲南火腿 雪耳蝦 山水 山水 養白鴿 Chicken Garopa Yudos 吃這些東西 都不錯 都不錯 這個1928年 你看看吃這些東西 多厲害 這班人 Stuffed Lobster Partridge Broth 即是蔗菇湯 這個Parte de Fargrouse 是什麽呢 這個差不多是鹹啫喱 裡面有些火腿 有些鵝肝醬 有發瓜 但特別一點 你看看食材是什麽 Dessert是什麽 Jammed Omelette 這麽有趣 這麽有趣 現在沒有這樣的 Omelette都頗重 當時有哪幾個在這裏 周秀臣 馮平山 馮平山 郭少柳 這裡有幾個 李冠春 李志放 李國寶的爺爺就是李冠春 黃潤堂和我們家有親戚關係 有幾個姓藍 藍拔群 藍鳳山 我聽我媽媽提過藍拔群 不知道是誰 黃衛伯 黃衛伯 我們繼續說說金堂帝的建築物 和金堂帝度過的歲月 有起有落 最先是金堂帝未建之前 何金堂已經擁有這個物業 有三間屋 他就建了金堂帝 剛才說那個也是他建的 也是他的 是他建的 是他建的 我不知道 但他在那裏住 好像是一個 葡萄牙人的手裏買回來 是的 不出奇 金堂帝是1914年 寫著1914年 其實入伙是1916年 我們覺得奇怪 為何這麼漂亮的大廈門口 要在開是旁邊這麼小的鬼鼠 是有段古的 原來 很多人都問這個 是的 要解答 我們做research 2003、2004年 訪問過何金堂的孫 何鴻燭 這是一個錄製 應該這間樓 照阿華這樣說 不是這樣的款 不是 因為這樣的 以前他們說 這些是大樓梯 一條大樓梯 一條大樓梯 像是一日 一日就白天 應該是這樣 但是一夜就信風水 他說 哇 這樣不行 風水腦看到 你這樣衝去那間屋 很慘 衝散了 因為下底有條斜路 下方天階 那些衝過來 很危險 他就要他開車 側邊的門口 在側邊的門口 現在是側邊的門口 側邊開門口 他就要出過的職格 就要這處改了 當時不能變了 夜遊水池 有關時未有 那些怪交這麼大 以前設計很少說側邊的油 這裏很厲害 試這裏可以變成車房 試那些東西改了 風水腦壓你十年八年 美不美 總之河金床的錢都沒有了 不過在他的生命就能盡 算是美的 可以說說建築都很雲偉 這裏是藍河的 藍河是用金箔來鋪的 即是花足錢的 我們那時接收這間屋之後 我們的conservator做了一些研究 發現它不是油金油 原來是黏金箔 真是幾骨子 即是打風都要來這裏避 我在這裏住過幾晚 1960年那時打風 即是溫代那時 這些就是吊燈 我和親戚找到 有四盞燈的找到兩盞 博物館做的時候 做了兩盞replica 其實還有第三盞 第三盞在哪裏呢 當時在河東花園 沒拆就變得不太方便 拿回來 現在第三盞就在我裏 第四盞在哪裏就不知道了 當時這些地毯 就是波斯地毯 這張是Original的地毯 亦都現在在我裏 十三尺半成十八尺半 很大張 當時靠照片 Museum都做了一個replica 擺在白廳兩張 你看到當時的裝飾 白廳是用來招呼朋友的 這些就是現在在我裏的 裏面有中國式的乾隆年代的碟 我們看到這些裝飾 是認真花很多心思的 你看看超過一百年 你看看木材仍是多漂亮 所以說何金堂是很捨得花錢的人 是 他捨得花,他懂得花 丁博士你知道 你看看金堂帝 比起河東花園 沒有得比 真的沒有得比 那年代沒有機會去過紅巷 紅巷的環境是怎樣 我相信是一般 我相信是 何東花園很限 我們看看二十年代 在金堂帝影的照片 這是我阿嬤 和何金堂的媳婦 我們有這麼多照片 全部是去拍的 那些電影都是去拍的 左邊就是我爸爸和他媽媽和他的妹妹 在金堂帝的正門 這張就是我阿嬤坐腳 當時坐腳是很普遍的 或者是拉車仔 坐車 即是人力車 我們聽聽鴻圖有什麼 怎樣說坐腳 坐腳都有段故 有對腳夫 即是他們坐腳 出集都坐腳 夜晚有一塊車仔 車仔外是甚麼 有石頭咀 有花酒 那些腳在哪裏 那些腳就放在家裏 那些腳在哪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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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的腳就在地裏出入 那裏的腳就在地裏出入 那裏的腳就在樓盆 那裏有一個樓盆 那裏的腳就在樓盆 那裏的腳就在樓盆 譬如爸爸要腳 他會叫他人 他會抬著腳去擠梅頭 他會抬著腳去擠梅頭 他就抬著腳去 抬著腳去 我們就坐二等腳 二等腳坐 那些腳上面坐 第二次有腳腳 我們坐在那裏 我們坐在那裏 那裏的腳後 他就叫我們 大公子 起嬌 他就縮起腳 那裏的腳 他就縮起腳 那裏的腳 那裏的腳是 那裏是 那裏的腳 那裏是夜晚的 我們是拉車仔的 為何要兩個人拉車仔 一個人 但是如果我們上一條 石塘水的斜路 一個人是無法去上來的 下裏的腳 下裏的腳要放一條腳 後面車我拉著他 他爽了一點 上來找人推 我們推到哪裏 然後回來了 亂坐汽車 那時候沒有汽車 你也想坐得沒有 有時候是 爺根飛而已 有沒有兩輛汽車 初初那時候才說 那你去馬馬騎駕駛了 很多次都去了 那你一夜帶上去 帶我去 還要穿長衫馬革 穿長衫馬革 去到野林荒 那些姑娘經常給食物 你吃又那樣又那樣 壓力又死 整個好像木頭 坐在去 很遠 去過一次第二次的木架 我講過金塘帝有很多家具 這個我就叫何鴻生 由何志平有個奉獻給他 以過2005年 是 幾億人生 是 日夜很高興 能夠參與這次文物 遺產保護的工作 將一輔爭多年的雲石屏風 募唱 捐贈回國務館 不說大家都不知道,這幅屏風原本是金塘帝其中一間家具 輾轉由我收藏,之後還擺放在浮京酒店大堂 現在可以說物歸原子 這幅雲石的名字叫蘇武木羊 為何叫蘇武木羊,你看清楚 左邊似乎是一個人看著右邊,拿著支支的 有一隻羊仔,有一棵樹 現在放在中山博物館裏面 原本應該放在對著樓梯 那時有記者招待會 是的,這裏是蘇武木羊 你說有些人有點像 上高這裏左邊有太陽,一隻小鳥 還有一隻漁夫在船上 另外,最近這幾年,何世傑的孫子 把這個衣櫃拿出來 這個就是何金塘的兒子,他當時結婚在金塘帝住 我講一講衣櫃,你留意這些古老大屋 是沒有入場櫃的,是不需要入場櫃 因為房子這麼大,是有衣櫃的 通常我,譬如我阿嬤,莊架都有衣櫃 當時那些衣櫃是期待你長一輩子 你現在這個衣櫃都長了三個世代 我們來看看這個衣櫃 這個就是何世傑 這是第幾兒子? 第二的,就是我阿嬤之後到這個 就是何金塘的兒子 最大的是女兒 何世傑 或者我們拍完這個片段 這個就是1935年 英國King George V 銀戲紀念 香港都有很多慶祝活動 我爺謝家寶 和何金塘一起負責籌辦 誰知道當時何金塘有個 有個汽車的accident 弄傷一隻腳 弄傷一隻腳 不可以去督獻虎看武龍 當時給他面子去 那條龍 就來了金塘帝 前面那裡 沒有給老爺看 沒關係 謝謝 謝謝 puis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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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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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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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